提起周润发,大家应该会瞬间脑补,英雄本色里的小马哥,赌神高尽,可以说包哥的角色,每一个都深入人心,不仅风流倾傥,帅气消洒,更是重情义,是跟人敬爱的大哥,可以说我们都是看着包哥的电影长大的。 9月22日,媒体付出了周润发现身公园车袍的照片,据悉周润发最近正在未经宣传自己的新电影《无双》,尽管为电影忙碌宣传,包哥依旧保持着自己车袍的习惯,更是带着剧组公园人员一起车袍,据悉不少网友都表示有合法个语,看得出来周润发一身休闲运动装扮,绿色的荧光外套,显得精神十足,丝毫看不出来。 包哥已经63岁了,身材包扬得十分得体,聊,不得不说尽管如今周润发大哥已经63岁了,看起来了依旧是满满都是活力,看来运动让人年轻不少啊。 据透露,周润发一直保持着每天五公里的,如今忙碌电影宣传,依旧不忘健身锻炼,很值得敬佩了。 看得出来包哥依旧是超级地气,看到路人也是大方合影,看到镜头也是微笑打招呼,丝毫没有明星架子。 包哥一身运动服看起来也很精神,身材很是健壮,具新为了新电影的拍摄,周润发提前就增加运动量。 拍戏依旧是超级地,无论是吊娅还是钻银枪法,不得不说这才是真正的演员啊。 包哥一就是霸气十足,带领大家一起撑跑,很有大哥的影子,黄色的衣服更是十分强眼,看起来神菜异裔,十分精神,丝毫没有发福的痕迹。 网友也纷纷感叹,包哥真的丝毫没有架子啊,这就是真正的巨星,很喜欢包哥,确认过眼神,就是我们喜欢的包哥。 不少网友都表示这是第三天奥与发哥了,不得不说真的超级地气了,一直以来大家就趁发哥是最没有明星光环的巨星,最常坐地铁,去菜市场买菜的就是发哥了,不仅会给老奶奶让作外,还会很随意的跟大家聊天,这样的义得,真的让人佩服啊。 不仅为人低调,发哥还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,尽管多年积累的财富十分口观,发哥却公布和妻子陈慧莲,表示裸捐五十五个亿的财产,在私下,发哥也是出名的爱老婆,很多粉丝也表示发嫂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。 如今发哥老了,在你的心中,依旧是散发魅力的小马哥,不仅演技赞,人品更是值得敬佩,纵使圈内高片酬,明星们好车豪宅都不在少数,不过依旧还是有着像发哥一样低调的演员,发哥,也更是大家学习的榜样,希望发哥的新电影无双也可以大卖。